9月21日 大华府地区有一杯运动会 也在经过了数月的筹备后 如期召开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阮平 领事庄圆圆均出席了当日的运动会 阮平还向运动会主办单位颁发了奖状 到场各社团的主要嘉宾代表 还共同为运动会的开幕进行了剪彩 场面格外热闹 本次运动会由华府大专联倡议发起 得到了华府同乡会联合会 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 以及华府三大华文教育示范院校 希望中文学校 美中实验学校和哈维中文学校 共同协办与支持 运动会秉承强身健体 团结进取的原则 旨在丰富华人社区的业余活动 从而创建和谐社会 鼓励侨胞朋友们 携带家人或朋友 一同娱乐和强身健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